以台湾造劇的使用现况 我们有七成的原料是使用废纸 三成是用木架 就以我们2012年全台湾的废纸 收集量带有289万公噸 可以减少260到265万公噸的 碍氧化碳的外放量 各位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核心协力救地球 我是郎祖云 纸张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而且经常都需要使用 使用的范围大部分都是书写啦 擦拭啦 包装啦 而用完之后 你会把它怎么处理呢 有的人随手就这么一丢就算了 但你知道这些纸张 其实都可以再回收利用 我们讲一个数字 光是台北市每天的废纸量 就有超过1000公噸以上 这么多的废纸量 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回收再利用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也减少了砍伐很多的树木呢 今天我们要把它严防 要忙得密密实实的 让纸不纸是纸 来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地球守护者 欢迎我们的酷马戒队 好 酷 明天要滑吧 今天的地球守护者 是四位喜欢魔术的朋友 平常除了喜欢表演魔术 也会一起做 资源回收分类 不但如此 他们平常也会使用 再生纸制品 把不要的废纸再利用 今天他们要来检视 平常所累积的环保知识 并实际做出再生纸哦 既然你们有这么大 雄心大致这样的一个口号 请问你今天环保了吗 好 戴君 你平常都做哪些 环保的一些事情呢 平常的话呢 像刚刚中午吃饭的便当盒 我们没有用那种没洗的餐具 然后就是用那种环保 然后用完之后 然后拿去洗干净之后 可以再继续用 好 来 下一位 雅醇 平常使用的话 就是用环保杯 尽量不要使用像宝特瓶 对 不喝就宝特瓶的饮料 是 好 那我们的安婷 就是平常在用的纸 然后用完之后都会整理好 然后一次把它全部回收掉 很好 对 那但是哦 我告诉你哦 回收纸张其实是有学问的 它还分类哦 今天我们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呢 就要来特别请调我们现场的专家 是来自大业大学环境工程系系主任 也就是我们的彭元欣 洪教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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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观众 大家好 洪元欣 大业大学环境工程学系专任教授 监系主任 对于台湾的造纸与纸类应用 可是有相当的研究哦 好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专业问题 要来请教我们的专家 好 现在介绍我们的游戏规则 如果今天各位答题可以超过十分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现在比较炎热的环境 变成蓝天白云 那第一个单元呢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快问快答 每一个问题问完回来 五秒钟思考的时间 然后直接回答 当然 不管在哪一个阶段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想要加分的话 随时举牌可以问教授 问题问得好 还有加分的机会哦 来 进行第一题 来 纸类回收分四类 请问书籍内页多半归属于哪一类 一 摆纸类 二 混合纸类 三 报纸类 好 请说答 一 摆纸类 一 摆纸类 对 还是错呢 答对了 好 再一组 下列哪一个不能当作纸类回收 一 纱纸 二 附写纸 三 珠光纸 四 以上结实 下列哪种纸类回收后可制成再生卫生纸 一 白信封 二 书籍内页 三 电脑报表纸 四 以上结实 一切是那个纸 一切是那个纸 四 以上结实 四 以上结实 四 以上结实 对 还是错 答对了 恭喜 好 我一天也来指教专家 刚刚第一题出道说 我们废纸的回收分成四类 是哪四大类 那之后后面这一题呢 又讲到什么珠光纸 它是什么 为什么它又不能够回收呢 我想四大类里面 第一类我们是摆纸类 摆纸类 摆纸类包括就是我们的笔记书纸 电脑报表纸 书籍内页 白信封等等 那第二类是混合纸类 包括我们的杂志 书评影印纸 传承纸等等 第三类是报纸类 就是我们讲的报纸电话部 油墨印刷的这一类 对 油墨印刷的这一类 那这一类是牛皮纸类 包含牛皮纸类 还有瓦伦纸箱等等 这种都有点淡咖啡色的这一种 这个其实好像也是 美国回收大宗拿来做再生纸的这个部分 那什么是珠光纸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材质 珠光纸上它是利用一些素材 再加上一些石灰粉 这个混合而成 事实上这个跟我们的缩脚是很类似的 了解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出题 来 下一题 2012年 台湾废纸回收量约289万吨 占使用量的 1.54% 2.68% 3.78% 蛮高的 请作答 68% 2.68% 对还是错 答案是 78% 再往下看 2008年 台湾废纸回收利用率 近73% 名列世界第几名 1.第一名 2.第二名 3.第三名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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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作答 第一名 第一名 對 还是错 我們要再努力一点点 第二名 好 再下一题 回收纸类再利用 主要使用于哪一种用纸 1.家庭用纸 2.文化用纸 3.工业用纸 文化 还是工业 工业还会再 2.文化用纸 2.分化用纸 2.分化用纸 对 还是错 答错了 答错了 不是文化用纸 它其实比较多的是用在工业的用纸方面 好 来 不错 居然我们再回收再利用去排到第二名 目前前几名的有哪些国家呢 请问彤教授 我想根据就 台湾群造紫工业 同业工会跟日本制止诸式会市的统集资料 以2008年来看 韩国是第一名 那我们邻近的日本 中国是都在里面 还包括就一些先进国家 德国 瑞典 美国 也都明年切毛 那我们以回收率63% 在排名第六 可是利用率73% 在全世界排名第二 回收率还不够好 但是我们再利用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使用原生纸张时 每制造一公顿纸张 将消耗多少颗高度8公尺 竖近16公分的数目 1.10颗 2.20颗 3.30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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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是错 好 答案是20颗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题 台湾 台湾回收职场 每年处理的纸类回收量 可以小盖几座内湖焚化炉 1.5座 2.9座 3.13座 1.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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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座 3层使用木架 就以我们2012年 我们全台湾的废纸的收集量 带有289万公噸 那代表就是说 我们可以减少 相当260到265万公噸的爱人花坛的化放量 我想就是以我们这个图例来看 废纸或是木架 经过我们工厂制造以后 那一般来只要不回来 直接就可能进入粉化炉 进入圆埋场 那假如说我们回收在地 会形成很好的循环 那循环到5、6次、6、7次以后 不能使用 再进入我们所谓的圆埋场或是粉化炉 那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的支援就可以永续在里面 好 谢谢教授 目前得分只有3分 距离10分还有一点点距离喔 想不想加分 想 想 好 有没有用问题 好 雅臣来问 请问有什么东西是由再生子制成的 举个例子 好 我们看这个 好 变魔术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是再生卫生纸 是 我们拿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再生卫生纸 同时呢 我们让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都有这种的标章 回收标章 然后这有森林守护的标章 国际的标章 像这样的卫生纸 事实上你看 跟一般的卫生纸没有什么差别 它一样好用 一样柔软 对 还有呢 我想出卫生纸 还有我们的厨房纸机 还有我们的影印纸 最大重是大家看到的纸箱子 像叫你买一只手机 那边是不是都有一些箱子 这些都是从废纸来再次再利用 是 所以我们才刚刚讲说 事实上回收的纸里面工业用最多 都是来自于那个包装的这个部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上讲说 我们台湾整台有七成的原料 是来自于废纸 是来自于废纸 所以台湾废纸上是一个 所谓的资源再生业 并不是真正的制造业 好 这一题的题目给不给分 我想这题目问得很好 所以应该要给分 好 算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来进行一个影片题 那这个影片题 我们要到我们的瓷季的回收站 去看一看了 事实上纸里的回收 它可以分得非常地仔细 我们的影片题目跟答案都在里面 所以要仔细地看 回来之后呢 会有十秒钟的思考时间 然后用手写板写下来 每一题有两分 当然你还是可以把握加分的机会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影片 我们的瓷季的回收站 到底做了哪一些不一样的分类回收呢 每天早上九点 瓷季内湖环保站 开始聚集大约十多位环保之光 将附近一百二十个环保点 收来的资源垃圾 进行分类与回收 我们纸类区呢 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就是完全是白纸 没有文字的 这个叫大白 第二类呢 它是有印刷品的 这个是小白有文字的 第三类呢 是彩色的印刷 我们称为色纸 第四类呢 是一般的报纸类 那第五类呢 是一般的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 一般的纸盒子 我们算是纸板类 那还有一种是资料袋 它是橘色的 那一种也算纸板类 光是一张纸 就做如此精细的分类 跟再利用的项目有关 以一本彩色印刷的杂志为例 由于杂志有胶膜 因此志工需先将封面先拆除 内液再一一撕开回收 像这一本杂志呢 它的封面呢 因为有胶膜 所以去除掉 它是属于纸板类 那它的边缘呢 里面也是有胶 所以去除掉 也是可以回收 也是当纸板类 那再来呢 就是里面 里面呢 它是印刷体的 是有颜色的 所以它是色纸 所以呢 这本杂志呢 它是分两类 回收 不同种类的纸 经过不同回收的方式 再利用的结果 也就不一样 像是这个手提包包 钓饰品 都是由纸板类的纸张做成的 较扣的瓦楞纸 也可以做成相框 而这些美丽的蝴蝶 则是用广告纸做成 我们会做这种 活动的这个蝴蝶 这个就是用 普通的色纸 来做这个蝴蝶 喜纸 艾纸 这群全年五秀的环保之工 每年在内湖环保站 回收纸类 大约一百二十万公斤 相当于保住 约两万四千棵 二十年生大树 而回收到一百公斤纸类 还可以再制为七十五公斤左右的再生纸 除了延续物密 更大量减少了原始森林砍伐 小小一张纸 点点席物心 你也可以从自己做起 将纸张集中 回收 就是帮地球一个大忙哦 现在我们就来出题目了 此季环保站的纸类回收 分成大白 小白 色纸 还有哪两类 先把它写下来 一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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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分成纸板类跟报纸 两种 对还是错 答对了 一起来看一下解答 第四类呢 是一般的报纸类 那第五类呢 是一般的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 一般的纸盒子 我们算是纸板类 那还有一种是资料袋 它是橘色的那一种也算纸板类 好 恭喜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影片中 一本杂志 可被分成几类做回收 好 他们说可以分成两类 哪两类记不记得 纸板类跟色纸 纸板类跟色纸类的两类 对 还是错呢 完全答对 我看几答 像这一本杂志呢 它的封面呢 因为有胶膜 所以去除掉 它是属于纸板类 里面呢 它是印刷体的 它是有颜色的 所以它是色纸 所以呢 这一本杂志呢 它是分两类 好 恭喜答对了 在这个单元里面 四分都拿下来了 很好喔 可是好像距离 蓝天白云还有一点点的距离 有人要加分吗 好 我 好 来安婷 好 那我想 我很想像 这些被利用的废纸 是怎么被做成回收纸的 就是说我们的纸经过小盘 大盘 以后就会一个捆包进入造纸厂 所以造纸厂 先把这个捆先解包 解包以后 我们就经过散将机散将 散将再经过去屋 去屋 去屋完以后经过筛选 那假如像有些印刷的 我们就经过脱墨系统 脱墨系统 弄完以后 我们再经过 母浆机 母浆机以后 再经过我们的超纸机 超纸机完了 就复卷 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再生纸 你看 这技术都很好 这个问题给不给分 应该是要给分 应该要给分 来 谢谢教授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 大家都可能很难理解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真正做一张再生纸呢 节目当中 现场请到了专家 来教大家怎么做 我们请到了肖孟关老师 亲自来教大家 在家庭里面 你也可以亲自来做一张 回收纸 肖孟关 目前在大业大学 环境工程学系 单院研究助理 时常在实验室 利用各种回收纸 制作出各式各样的再生纸 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然后各位同学就近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怎么做 来 怎么自己在家里面DIY做一张纸呢 我们就是先找这个一般的那个纸箱的纸 然后稍微先把它浸泡水 泡稍微软一些些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果汁机把它打散了以后 就可以来抄纸 我们先把解包 就跟家里面做豆浆的那个方式是差不多的 是一样的 对 它的浓度其实要看就是要看个人的习惯 对不对 因为是用果汁机打 那一般工厂是用散浆机去散 所以我们只要稍微看到说 它有稍微把它散开就可以了 只要打散了 打均匀了就差不多了 是的 对 所以那我们现在倒在来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然后现在的话 超纸的话 这是我们在一般书局买的小的 手超纸的超纸网 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这样捞起来 对 那 现在纤维这样的话 是刚刚是没有完全的把它散开 所以等一下会超出一张很艺术的纸张来 对 就是凹凸面比较多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拿这个报纸稍微把它水吸干 倒盖上去 我压在上面 报纸跟抹布 对 把水吸干 对我看到喔 然后 再把报纸 拿下来 从黏上去 就黏在报纸上面了 这样就是一张纸 那到后来分离下来 它就会变成一张一张 像这样的成型 这是我们之前在研究室里面抄的 这是 这是纸板抄出来的纸 是 然后另外像这个的话 就可能你可以用卫生纸 或者是面纸 或者是一般的白色的纸 这个花花绿绿的 这个就是那个果汁瓶子 好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后面的四位朋友了 现在我们就以不计时的方式 让大家来操作一下 只要能够完整的做出一个纸的样子 我们就可以给分 要看专家怎么给分了 好 现在请开始 可能必要的时候 试试给予一点指导吧 加进去 好 第一步 先把这些浸泡过的 好像要再多一点了 没有 需要一点时间 没有关系 我没有计时 你们们 好了 应该可以了 好 以后呢 打开过来 这个 好 好 好像差不多了 可以了 好 好 好 倒到我们的这个纸浆里面去 是的 对 好 没有关系 它出来的纸会比较 比较有颗粒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好 把它 摇一摇 对 吸水 再用另外一张 对 吸水 不错 好 现在要把它分离 要小心 哎呀 来 我们现在让大家看一下 你们的成品 虽然实答答的来看一下 他们现在制作的成品是这样 哦 好 这个单 这个阶段啊 我们要请我们的肖老师来评分了 照他们现在做出来的 刚刚那样的程序 一路过来 虽然有一点点手忙脚乱 最高六分 你给他们几分 六分啊 因为操得不错 哦 六分啊 因为操得不错啊 哇 而且颗粒打得还蛮细的 对啊 好 那但是加到这个六分以后 能不能让我们现场变成蓝天白云的清爽呢 现在我们就要来揭晓 来看他们的分数 好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的分数了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六个灯 七个灯 八个灯 九个灯 还有没有 过了没 过了 恭喜十个 十一个 还有没有 十三 哇 分数不少 十四 还有没有 十五 十五 十五个灯 过了 哇 现场的气氛都改变了 原来的炎热的感觉 变成了蓝天白云的清爽 谢谢你 今天的地球守护者 很好 给我们的承诺我们也很开心 所以制作单位要制造你们的环保铺满 感谢你们今天的贡献 谢谢 我要请我们的彭教授 来为我们颁证这个环保铺满 天 好 好 各位啊 记得要在这个平常省下来的这一些水电能源的资源 省下的钱存到这个固满里面 将来有一天还可以把它回捐给智力座环保的单位或者是协会 让我们可以永续的经营环保这个领域 那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特别再注重各位 经典杂志一年份 这里面有许多自然 科学 历史 很多的这些资讯可以增进大家 豐富大家的局势 那如果各位朋友对我们节目有兴趣的话 欢迎您各式各样的组合 不管是大人 小朋友 老师 学生 机关团体 同学 都欢迎您来 四个人就可以成一组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核心协力 救地球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 谢谢